公路總局趙局長 次長跟趙局長 當然陸政司如果有要幫助次長的我也沒有意見 來 林司長也在上台 先請問 其他人員如果有必要協助請自動上台 先請問次長 上個禮拜化學車翻覆 你們查出來是因為什麼緣故了嗎 委員說的是高速公路原算路段 對 快點啦 我的時間很寶貴 他目前出入判斷是疲勞駕駛 疲勞駕駛 那疲勞駕駛這個部分 你們特別是這種高危險 有公共危險的疲勞駕駛 你們有沒有準備怎麼樣來處理 怎麼樣來改善 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讓趙局長來說 好 誰來講都沒有關係 來 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已經請我們建立所 就對他該公司做一個專案的查 只有對該公司喔 是 我們現在也講是說我們 這個做的業者的部分 局長 我們已經 本委員會一直都對 特別是遊覽車 或者是高速公路上面的長途客運車 疲勞駕駛我們有很多的琢磨 但是呢 這個化學車的疲勞駕駛 其實更危險 你們只有要責成該公司 跟委員報告 在化學車的部分的話 它在環保署它有 GPS 它有一個控管 所以它有在對它的一個駕駛 也有做一個監控 那整個一個那個 局長 不要推脫環保署針對化學車 是化學車化學物質的危險性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交通安全 所以這個部分疲勞駕駛 這個是交通安全的一個部分 只是它又駕駛這種高危險的化學車 你們更應該 就算是跨部會的協商也要 你們更應該要想出一套管理辦法 這個我們會來評估看怎麼樣 你要再評估了 趕快去想出一套管理辦法 我們就是這樣 都沒有危機意識 你知道在國外我看到的 歐美他們的化學車 在路上跑 前面要有一輛引導車 然後化學車 後面還有一輛車 護著 要這樣才能夠上路 跟委員報告 那針對這些公司的部分的話 那勞動部他已經定期要來開會了 那我們會跟勞動部一起來 對公司的一個查核的部分 來看 將來做一個列管 那個 次長 是 我要求的 不是只有跟勞動部 跟這個環保署 來做一個檢討 不是只有檢討 我要求要針對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一直存在很久了 很想跟你們討論 在沒有出事的時候 看起來都OK啦 但是我們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要出事 那個引起的災害 也是很難想像的 我希望針對這個 有毒性的化學物質 或者是高危險 高燃性 各種 有公共危險之餘的 這些化學車呢 你們要有一套辦法出來 什麼時候出來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關於他的工業 這種危險物品 或者是有毒性的化學物品 他認定的標準等等 還有其他主管機關 共同來認定 這部分我們是不是邀請 相關部會來做一個標準認定 以後我們再就交道安全的部分 來做一次檢討 有必要的話來做相關的規定 我要時間 我要時間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我認為每一輛化學車呢 就是一顆炸彈 那到底這炸彈的威力 有多大呢 其實因各種化學物質不同而不同 全世界的進步國家 幾乎都對化學車 有一套管理辦法 我們到現在為止 還在檢討 還不知道 都已經翻了一輛了 好 什麼時間可以出來 我們六個月之內來定相關規則 可不可以再短一點 還要六個月 我們努力盡量縮短六個月之內可以完成 好啦 給你們六個月 這個要記錄 會議紀錄了 來 我剛剛已經說了 你們要去 這個沒有那麼困難 不需要到六個月 你把人家國外怎麼做拿來參考一下 是 是 那再縮短一點 三個月好不好 因為要會同相關檢討標準 所以它要分級 所以我們 你是說六個月你要完成 跟會同相關單位 把相關的規定都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討論以後來定定 定定出來 來來來 你三個月送草案給我們六個月定案這樣好嗎 好 好 我們來努力按照委員要求 好 三個月送草案出來 六個月定案 好 那個 再來呢 今天修法的這個部分 我認為有一點不太夠了 我們希望等一下你們可以再想一想 或者是三個月後六個月後 我們恐怕要再修一次 這裡我最最在意關心的是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 事故應變車而已 這裡是毒性災害物質的發生事故以後的應變車 你去阻擋這個應變車 但是我認為 這些毒性物質化學車 跑在路上的時候 它沒有我們要限制它的速度 你們現在連這個都沒有做 化學物質車因為它 我剛剛已經說了 它等於是一顆炸彈在路上跑 沒出事都好好 要出事就是一顆炸彈 所以我們第一要限制這些化學車的 車速 這是第一點 給你們幾個重點 這個國外的去拿來抄就好了啦 不需要到六個月啦 現行規定裡面這些運送危險物品 它需要臨時通行證 這個已經有個案來審查 而且它在高速公司上是限速是九十以下 好 不要再個案審查 我認為這些化學車要有桶 至少你除了個案以外 你真的要有一套相當的這個準則出來 我剛剛說的第一點 第二就是怎麼樣讓它安全 是不是要像國外的前後都有 車子來保護提醒的作用 好我們再說回來 這裡只有事故應變車 阻擋事故應變車 我認為也不能因為這樣 比如說我剛剛說的前後都有引導車的時候 駕駛人還是要讓這些不能夠穿插 或者是不能夠去阻擋它 它雖然開得很慢 但是總是也要讓它有個速度 比如說它時速只要六十公里就好 它緊急煞車還是會很危險的 所以呢也不能去去阻擋 或者故意去去追隨或者怎麼樣 那個辦法要趕快想 跟委員報告 今天我們這一個提案的內容裡面 是指的應變救災的這個車子的本身 對所以我才跟你講這樣不夠 我講的是這個車子本身 化學車本身也應該要有 對於這些高危險的車 有什麼挑釁的行為的時候的罰則 你懂我的意思啊 了解委員意思 我們事實並在剛才那個三道六 給大家請的一併檢討 趕快這個其實早就該做的事情 好再來呢還有一點 我要請問 你們一整年下來公路總局 給行人的滑單有幾件 給行人的 跟委員報告行人的部分是警察機關來做處分 好警察機關今天也來了趕快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好不好 我們 那我要問下一個嗎 警察局 方組長 對不起我今天只有帶來 104年1到2月份 我們違反行人路權違規 1到2月份我們總共取締了2938件 行人 針對行人 針對行人 那去年行人違規的案件數 是16067件 都是什麼樣的太樣 行人 行人違規主要的太樣都是 任意穿越車道 或者是這個 一號制指示行駛 好 來 我現在要講的是 再來我再請問總局長 公路總局 是 紅燈闖紅燈 發多少 汽車 行人的部分是300 汽車 汽車的話是1800 1800 是 紅燈右轉 發多少 1200 1200 你認為 執行闖紅燈的危險性 跟紅燈右轉的危險性差多少 闖紅燈其實來講 它那個跟對沖的一個 好 我認為 闖紅燈 一千 一千八 一千八以上 到五千四 太低了 紅燈右轉 一千二 跟直闖紅燈 一千八 這是不符合比例原則 事實上 全世界有很多國家 它紅燈是可以右轉 連紐約都有紅燈可以右轉的 紐約紅燈不能右轉 還要掛一個牌子 寫個 No turn on red 你知道 可是我們紅燈右轉要這麼高 來 再來我就說行人 這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法規上的部分 這個是原則禁止 那例外的話它是允許的 那允許的部分 我們會加掛一個 綠色右轉的一個燈給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有綠色右轉的燈 我知道 但是這還是不夠 我是說那個比例原則 為什麼 我們現在又再說到行人 我們現在其實呢 大家的水準都提高 都會离讓行人 但是啊 常常發生這種狀況 就是紅燈要右轉 不行 綠燈要右轉 要离讓行人 結果离讓了行人以後 等行人過完 紅燈 綠燈也完了 也結束了 那行人呢 沒有錯 走在斑馬線上 行人是最大的 可是呢 行人就散步起來了 真的 就散步起來了 還有一邊滑手機的 這個時候要不要勸導 要不要罰啊 這部分我們會來做加強宣導 我坐計程車 就聽過司機開罵 但是我覺得那個司機其實罵的也沒有什麼不對 因為呢 他就散步滑手機 然後等到呢 他要過 他過完那個馬路 也變紅燈了 那你是讓他轉過去呢 還是不轉過去呢 蛤 這問題你們要怎麼解決 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說人比較多的一個入口 那我們會跟警察 當作是 議警大會 我要在這裡說 我要在這裡說 你們要去定一套標準出來 不是行人永遠都是對的 綠燈的時候可以禮讓行人 但是行人應該要快速通過斑馬線 不是在那裡散步 這是第一點 但是你說它是散步呢 還是快速通過 沒有標準 但是至少我認為在過馬路的時候 真的不能低頭滑手機 這總可以吧 這真的不行 這個去定出來好不好 好 最後再給我一個時間 處罰行為人才是整個交通 規則的這個精神所在 所以 我要幫業者講講話 朱立業者跟我反應說 租車給人家 他酒駕他闖紅燈 單子到他這裡來 你們說不管 就舊車級罰 這個該改了吧 這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就可以舉證 細則裡面可以 還轉 轉單 給那個行為人 轉單給行為人 是是是 他加舉證就可以了 處罰行為人才是 對的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接著我們 謝謝我們葉宜金委員 接著我們